一属诸法 是法非思量分别 放下其心动念 放下分别之处 你就能证书 你能听得懂 就在当下 唯有祝福 耐能知之 为什么 祝福彻底放下了 能知之之 他全看破了 我们今天麻烦 就是没有看破 没有方向 大臣教 把整个宇宙 万法 究竟是神物 怎么回事 确实 讲清楚 讲明白了 虽然 讲清楚 讲明白 我们 真的听不懂 展开 用心 听讲 听不懂 这种状况之下 一般人 只有一句话 堂塞掉了 我说 一两种 是没事做 是一两种 什么是一张 放不下是一张 没看破是一张 这上下功夫 啃在这上下功夫 就得烈了 我能看破多少 我就放下多少 这种人叫真意修行 叫真感 你放下这一份 你就提升了 你就又看破一份 把你看破这份 再放下来 这又提升了 早年 张家大师 教我这种方法 他老人家讲 大乘佛法 从初发心 到如来地 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看破 帮助你放下 放下 转过来 又帮助你看破 相夫相成 达到如来地 你要不放下了 你就永远 停留在这一层 上面能不能看破 你没有上去 你怎么知道 必须放下这一层 你才能 达到上面一层 这不放下不行 我们现在立足点 基本的这一层 这最难放的 这个最难像是放的 我们讲六道 这人道 对这个人道 有很重的秦职 放不下自私自利 放不下明文理 不能提神的 天然道 我们就不清楚了 放下人道 才看到天道 放下天道 才看到声闻 放下声闻 才看到远久 就看到菩萨 菩萨有五十亿个阶级 最高的一层 妙居如来 我初学佛 对经教没有失灭过 大师用的这个方法 非常简单 叫看得破 放得下 用佛学的名词 就是止观 看破是止 这个看破是观 放下是止 贤手过死 修华也熬止 方法里面给我们讲 无止 无止 六观 它是从 放下 下手的 这两种方法 从哪一种 下手 都可以 一般说 烦恼 当中的人 要从 放下 先下手 所知 当中的人 要从 看破 入门 人都有二掌 这个是 佛有方便 有善求方便 那么这种善求方便 唯有 祝福 能知 没有 见心的菩萨 他不知道 见心的菩萨 他知道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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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